好 插播最新的消息 原本要出动军演的F-16战机 因为发动机故障在嘉义外海传出坠毁 我们连线给记者李玉乔来告诉我们最新的情况 玉乔 原本的这个F-16战斗机呢 其实在明天早上呢 是要出发到这个南海来加入 这个是整个户雨操演 不过呢在今天下午呢 在嘉义空军的F-16呢 其实传出了意外的消息 有一架那个空军的F-16 嘉义的F-16战斗机呢 在今天下午两点钟左右呢 是升空举行的这个换训的训练的时候 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呢 疑似因为这个机械故障 造成这个发动机失灵的一个情况 因此呢 这架F-16战机呢 是在嘉义的外海来坠毁 而目前呢 虽然战斗机是已经坠毁在嘉义外海 但是呢 这个战斗机的飞行员 无姓中卫呢 他目前是安全的一个情况 而且空军也已经 这个找到无姓中卫的位置 目前已经把无姓中卫 准备接回嘉义基地来 进行一个抢救 不过呢 其实根据我们所了解 这无姓中卫 其实他今天是一个单机的 一个飞行任务 所以他其实在飞机上 就是他一个人 而他的飞行时数 也有达300多个小时 虽然呢 不算是一个菜鸟的飞行官 但是呢 为何在这一次整个这个 今天下午的换训训练当中呢 造成这个机械故障 目前军方呢 空军还在初步的一个了解当中 不过呢 目前确定呢 这架F-16是已经坠毁在嘉义外海 那会不会跟明天的这个演习呢 会有一些相关的关联性呢 目前空军还在评估当中 不过 目前根据我们所了解啊 目前在明天的这个呼吁演练上面 包括台南的IDF 另外呢 嘉义的F-16战斗机 也有可能出动其他架的这个战斗机 来加入整个的呼吁操演 向今生话 把镜头交给 帮你主播 好的 感谢雨桥看到了 目前呢 这是F-16在嘉义外海传出坠毁 还好不幸中的大姓 是无姓中卫 在里头他是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呢 整个坠毁意外 还要再进一步的调查 稍后有进一带一步的分析 带您了解